本想致敬梅艳芳,不料造成乔碧罗,冯提默演唱会变车祸场,最近发生了一件比较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,那就是网红冯提默竟然要举办演唱会了,要知道很多网红根本离不来网红尽头,也很难走出网络世界,而冯提默不仅走出了网络世界,还开始筹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,这一消息是比较爆炸性的,冯提默作为一个网红嗓音甜美,长相甜美, 要说举办演唱会,也并不是一点期盼性都没有,自那之后,娱乐圈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模仿梅艳芳的这身造型,没想到如今的小网红冯提默,竟然把注意打到了梅艳芳的这身造型上,冯提默本身想要致敬美梅艳芳的经典造型,没想到最后却因为身高的关系,把自己的气场造成了乔碧罗的气场。